到底會怎麼走下去 這是國民黨的桃園市長選戰 在昨天深夜 這位前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發了這麼一篇文 他說 一個人的成全 好過一群人的糾結 引用成全的歌詞 要成全對方的瀟灑跟冒險 他現在決定 退出桃園市長選舉 不過他會繼續行腳 為台灣人民祈福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因為他講了 程序正義對他而言很重要 他先前提出來的建言 看起來是被張善政 給軟性拒絕了 所以他現在只好成全對方 文章一PO出 在網絡上頭大家說 雖然不願意 但看到這樣的結果 也只能夠尊重了 還說這決定真的很不容易 至於張善政 他則是PO出了 跟羅志強兩個人的合影 他表示這段時間 其實有深深感受到 羅志強的努力 還有跟他一樣 對於桃園有深深的使命感 希望大家一起往前走 處處避海藍天 一起攜手打造新桃園 但是下面的留言 卻有人在講說 是不是不敢初選 還說那這樣子 當初不是要去做農夫嗎 現在怎麼又出來選舉了呢 雖然下面還是有些酸言酸語 但是在國民黨內看起來是真的要團結起來了 這一位是桃園的立委魯明哲 他有特別強調說謝謝羅志強成就了桃園市長選舉 桃園在地立委萬美玲也說希望能夠成全年底的勝選 至於本來也表他要選的呂玉玲 昨天他雖然說跟羅志強一起來行腳 可是他說羅志強從頭到尾沒提到這件事情 他知道的時候也很驚訝 不過尊重對方的想法 對於這換政這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是已經沒有變化了 那也有人講說張山正已經開始展開選舉行程 國民黨這邊也會全力的來協助輔選 但是也有人喊話了 說羅志強一名戰將太可惜了 有沒有可能讓他去高雄選市長 好網友的這個呼喊 他們團隊發言人何元凱是直接的回應 說目前是真的沒有聽到有這樣的規劃 至於也有人在講說有沒有可能最後反而變成說 不只是選擎他的縣市 反而這件事情讓強哥會氣到退黨呢 對此他的子力兵叫做楊紫斗 他現在也講說確實從頭到尾沒有聽到羅志強提過退黨 這兩個字真的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對於這整件事情在羅志強退出了桃園市長選舉之後 應該就是確定讓張善政直接來對決 繼續走的話醒腳很多事該說的都說了 顯然羅志強碰到軟釘子 也沒有必要針對珍招張善政這件事情 再講什麼程序正義 如果看起來張善政的院長似乎不是這樣的想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也不用再用第二側第三側去為難張院長 說的話我說過了言則以盡 所以我想很多的話就不用再重複 自己未來的下一步路我再沉澱一下 羅志強封口他的下一步難道是要脫黨參選嗎 國民黨桃園之亂已經成了僵局 有桃園市議員看不下去 用經典廣告諷刺羅志強得不到想要的就翻滾耍賴 張善政被羅志強打為黨中央的共犯 不過此次也逼出地方的反羅聲量 我就是做我的事一旦答應了徵召就是努力向前 市長有說等你們這邊回應之後他才會決定要不要退黨 那會不會擔心說他退黨出來參選桃園市長 我想我祝福他就是了 其實張善政還得面對換政的聲浪炒作 各方拿出數字大打民調陣 中央省長趙紹康曝光張善政支持度 領先律營所有人選 不同民調各吹各的調 國民黨的民調民進黨會參與 蔡英文的支持力不到韓國瑜的三分之一 各位這就是民調 民進黨他現在已經知道怎麼去玩弄國民黨 只要你用全民調我就玩死你 張善政來講也非常不公平 風頭上被大家所攻擊 但是其實也是非戰之罪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一集 當然要好好的去彌補 那這個就是朱立倫還有黨中央的責任 只不過民調數字能否替羅志強善後僵局 就得看朱立倫回台之後如何佈局 羅志強跟黨中央關係決裂成為桃園整合的變數 朱立倫除了面對三策還得自由對策 記得郭先生要李嘉瑜 桃園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